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对车马轮驾浩浩荡荡是李咸阳 四十岁的秦王嬴政开始了他自称为始皇帝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巡游 秦始皇一生五次远巡 这第一次他选择了一指向西 关于这次西巡的路径 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持有简单的一句话 始皇寻隆西 北地 出姬头山 过回中 秦始皇西巡目的何在 历代史家众说纷纭 近代有学者研究指出 秦始皇西巡似乎带有报公于先祖的目的 因为就在前一年 秦国终于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 而秦人最初崛起正是在帝国的西部 正是秦始皇巡游之地 这种猜测是否真实呢 由于年代久远 史料缺失 学术界至今无法确定 大一统秦帝国兴盛的源头 长久以来隐没于历史陈烟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74年 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出土 淹没两千多年的秦帝国 以无比清晰的样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但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秦王朝 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秦人先祖是如何崛起的呢 秦始皇陵附近的咸阳 是秦国的最后一座都城 但根据史记记载 秦人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都城 是咸阳西面 一个叫西锤的地方 不过西锤究竟在哪里 漫长的历史已经淹没了几乎全部的线索 历代的史学家紧经考证 也只能将西锤锁在范围 大致签定在今天甘肃天水西南一带 一般说来古代都城周边 往往会发现大型陵墓群 文献记载 秦人有四大陵园 已发现的三个都是如此 雍城陵园 紫阳陵园 和史皇陵园 王公诸侯之家 希望祖先神灵诱护 江山拥保 那么西锤所在 甘肃天水西南一带 是否也发现大型的陵墓群呢 1994年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对甘肃省里县大谷子山的一座 春秋早期墓葬 进行了抢旧性发掘 这次发掘 共计清理出两座大墓 两个车马坑 和九座中小型墓葬 专家们确定 这应该是一个 秦人早期的墓葬群 2004年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国家博物馆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 组成联合课题组 对大布子山秦宫大墓 进行了全面的考古研究 随着考古的进行 大量的珍贵文物 陆续佔陆在 圣人面前 这些在地下 掩埋了千年的 青铜器物的出土 带给了世界 极大的震撼 人们很快意识到 他们很可能找到了 一个古老帝国 埋藏的最深的根 今天 当我们再一次 聚焦这些 陈列在李县 秦文化博物馆中的文物时 我们可以发现 铸造这些器物的秦人 已经流露出了 称霸天下的雄心 他们一方面 谨小慎微地 模仿着周人的礼仪 另一方面 他们又在有意无意间 试探着突破理智的约束 这些风格独特的文物 以及文物上的名文 最终使专家们确定了 李县大补子山 古墓藏群 即为秦西锤陵墓区 至此 以秦始皇陵为终点的秦人四大陵园 悉数确认 顺着西锤陵园 这块最后的拼图 人们终于在甘肃岭县山区 找到了神秘的西锤 这个已被时间黑洞 吞噬了几十个世纪的秦国第一都城 而我们也终于有了进一步探索秦 这个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 大一统帝国黎明时期的线索 大补子山行宫大墓 两位墓主究竟是谁 由于陪葬品的流失和破坏 考古工作进行的十分艰苦 也因此得出过很多不同的结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界的观点已经越来越趋向一致 长眠于此的最大可能就是秦湘公 文公父子 如此对于秦国 这两座大墓的意义更加非同一半 秦人历经夏商周 从一个部族最终成长为一个帝国 跨越千年 这其中有几个相当重要的节点 如周孝王封妃子于秦义 周宣王封秦仲为大副 之后又封齐子庄公为西垂大副 秦人的地位一步步上升 而对于秦人命运最关键的一次赐封 发生在公元前七百七十年 周平王封庄公的儿子相公为诸侯 并赐以齐山以西的土地 秦至此建立国家 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 公元前七百七十年 是秦的开国元年 而秦相公则应该是秦国事实上的国父 他与五百多年后的秦始皇 如同大秦帝国的两座高峰 首尾辉映 将一部秦史演绎的神丸契族 古人对于释法非常讲究 往往用一个字概括秦义生 香 根据释法 辟地有得月香 取之以义 甲咒有劳月香 开辟疆土 征战劳苦 一个乡字 高度概括了 包括秦始皇在内的秦人 对这位开国之君的敬仰和赞美 而根据史记记载 相公开国时 秦的都城就在西垂 而且相公 连同他的儿子秦国的第二代国君 文公 死后也都葬于西垂 因此 大秦第一块真正意义上的国土 亦或说是 相公最初的基业 就建立在西垂这片土地上 其实早在相公之前 秦人就已经在西垂苦苦经营了很多年 致迟在殷商 秦人的原祖就已经定居于 龙山以西的西汉水中上游地区 这是诗经中很著名的一首诗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 这首缠绵翡测的情诗 竟然出自杨刚尚武的情人之首 殷州时期 西垂地区是一片由西汉水及其支流 冲击而成的河谷川源 气候温润 土地肥沃 十分适宜不足的繁衍生息 市中 尖家 白鹿 河水等词汇 所营造出的美景 用来形容当时的西垂 倒是十分贴健 然而 很多年来 这片水流婉转的沃土 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祥和 而是充满了血腥与杀戮 司马迁史记中 西垂 及金里县所在地区 还有另一个名字 西泉丘 泉 指的是以犬为图腾的部族 犬戎 他们是秦人的宿敌 商周时期 中国为一种多部族共处局面 华夏族之外 还生活着诸如 荣 满 敌 仪等部族 后者常常被灭称为 满仪或荣敌 所谓华仪之分 其实只是一种文化上的划分 主要区别在于 以农耕为主 还是以游牧为主 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相反 相反 双方还常常联盟 乃至通婚 以白犬为图腾的犬戎 属于龙敌之一 而且是朱戎中 势力最大的一族 生活在 金天的山 干以带 北起落水上游 向西延伸到 京卫中上游 到拢山以西 在南移至西汉水中上游 方圆数百里 一个湖形地带 都有犬戎活动的踪迹 早在炎黄时代 犬戎就表现出了 强大的武力和侵略性 并与华夏发生过多次战争 西周后起 随着王室腐朽 国力衰退 犬戎再次崛起 不断骚扰边境 甚至进入关中 在国都封号一带劫掠 其中一只 经金水进入渭水上游 出现在了秦人的心锤 西锤 西犬丘 一定儿两名 足以证明 两千多年前 在领线这块土地上 秦人鲜明 与犬戎争夺之际力 双方的争夺 可以高度容作为 一个形象的比喻 犬鸟与白犬 围绕着西锤 展开说死搏杀 玄鸟作为团团 存在着秦人 对于先祖历史的 遥远记忆 玄鸟 其实是燕子 司马迁史记 记录一个古老的神话 记述秦人与燕子的渊源 从前 有个名叫女修的姑娘 是武帝之一 专须的后代 一天正在访知 忽然有只燕子飞过 掉下一只蛋 女修看到 就捡起来吃了 谁知道 吞下这只蛋后 她竟然怀孕 并生下了一个男孩 这个男孩 被取名为大叶 就是秦人的祖先 秦人鸟崇拜 在史记中 能找到很多相关的记载 比如 大叶的儿子大沸 胡左顺 调训鸟兽 鸟兽多驯服 大沸的儿子大连 好鸟俗事 大连的玄孙 孟戏 忠颜 鸟身人颜 晚上时 著名的秦人首领 飞连 它名字的意思 就是一种 飞行速度极快的神鸟 随着时代的接近 鸟身人颜之类 过于荒诞的描述 逐渐隐退 但直到秦仲 古本史记 还称它 知白鸟之音 与之雨 皆应言 而秦仲 正是秦相公的祖父 这种对鸟的极度崇拜 在大谷子山 秦宫大墓中 也得到了验证 流失海外的西锤陵园文物中 有一批数量很大的金饰片 有以这种吃销型金饰片 做工最为精美 与吃销型金饰片 同时出现的 还有两件金虎 格外引人注目 西锤陵园中 虎的出现并不是孤立 比如 大墓子山青铜乐器坑 也发现了三只 呈回首敦锯状的铜虎 而圆顶山秦木 所出青铜器的富士中 虎与鸟同样突出 某些器物上 虎的形象甚至超过了鸟 是百兽之王 很明显 秦这只玄鸟 在与白犬的长期斗争中 逐渐长出了锋利的爪牙 正是这种变化 令中王室对秦这只部族 有了新的认识 而秦也因此 获得了一次次 蜕变壮大的机会 或许只有野心 坚韧 能够勾勒出秦人的群体性格 这样一个棱角奔明的族群 为何选择甘肃李县 作为繁衍壮大的起点 秦人元祖来自何方 最初的秦人是原住民 还是迁徙而来 至今未能定论 原住民的说法以外 影响较大的有两种 一种是来自西方 另一种是来自东方 随着考古资料陆续被发现 秦人来自东方的说法 越来越为人所接受 尤其是秦人与建立商朝的阴人之间亲密的关系 可作为东来说的有力佐证 阴人来自东方 以鸟为图腾 而秦人在协助阴人灭夏朝 建立商朝的过程中功勋卓助 咒王武道 在周武王举其法咒 号令天下的重要关头 秦人与殷商一起 站在各人的一队阵营 这导致周朝立国初期的一百多年里 秦人受到严厉打压 一度沦为奴隶 可以随意买卖赠送 与牛马无异 即便是秦人的首领 也常常被周天祠争取福益 与其他部族相比 秦人有两项特别突出的才能 羊马和驾车 实际近在 秦人的元祖博弈 为顺利木马 后来的费昌 曾为山康驾驭马车 忠言 曾为山王大雾驾车 而著名的周日王远游 为他驾车的造父也是秦人 羊马业一直为秦统治者所重视 直到商鞅变法时 秦律中还有盗马者会被处死的规定 秦阳马业的壮大和发展 为以后连练奋战的秦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两马 使秦国不仅有车千秤 代价百万 而且有七万匹驰骋在疆场 诗经中的秦风 多件马具及御马驾车的术语 详尽描写秦人 擅长驱马 御马的技术 史上最著名的象马专家 伯乐与九方高 也全部出自秦国 在大博子山秦宫大墓中 残存的陪葬品中 相当一部分就是车马的碎片 对马的酷爱已写入情人的记忆 甚至在数千年后 我们仍然能够在里县找到证据 里县的驱马业至今兴盛 城东三十里 有个名叫阎关的古镇 那里的牲畜集市 甚至是全国十三个重点罗马市场之一 阎关镇因出产景岩的悠久历史而得名 最早的文字资料 可以追溯到秦汉 里县驱马业长盛不衰 除了气候适宜 牧草丰富 正是得益于井水中得天独厚的盐分 对于马一类的大型牲畜 寒盐的卤水正是最有效的强壮剂 可以想象 在盐水的滋养下 秦人养出的马 具有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拟的优势 由于这项才能 秦人又逐渐获得了周王室的赏识 到了周孝王时期 秦人擅长养马的消息传到了王宫 孝王因此将秦人首领妃子 召来给王室养马 妃子不负所托 将周王的马养得彪肥体壮 孝王很器重他 便在都城附近 画出一块名为秦的底封给他 并将他由奴隶升为附庸 迎秦之名由此得来 所谓附庸 只是一种依附于大国的异性政治实体 地位比清大夫的封义还低 然而随着西周王室衰落 抵御荣敌侵略越来越力不从心 内外交困之际 周天子的目光重新落在了刚获信任的木马人 在殷商时期 一度为商王守边抵御犬戎 保西锤的秦部族 公元前827年 周宣王即位 颁布了一项任命 赐封那位懂鸟语的秦人首领 秦仲为大夫 以诛杀兮容 由附庸到大夫 秦人的地位又上升了一级 不过对于秦仲和他的族人来说 这次碰上代价实在惨重 因为就在不久前 秦人经营多年的西锤故地 遭到犬龙血洗 留居西锤的一只秦人 惨遭灭族屠戮 族仇国恨 合二为一 刚刚获得大夫封号的秦仲 满怀复仇的烈焰 公元前825年 大夫秦仲率领族人 由秦帝出发 杀向以沦陷犬龙之手的 古老家园西锤 遗憾的是 无论是宣王还是秦仲 似乎都被愤怒影响了判断 过低估计了犬龙的实力 等待他们的依然是一次惨败 夺回西锤的战斗持续到第三年 秦仲死于全戎之手 周宣王并没有失去对秦仲的信心 他召集秦仲的五个儿子 交给他们一支七千人的队伍 命令再次蒸发西锤 启约五一 与子同袍 亡于兴师 修我割毛 与子同仇 启约五一 与子同则 亡于之 修我毛己 与子携作 苦战多年 秦仲的五个儿子取得了胜利 被犬龙侵占将近二十年的西锤 重又回到了秦仁手中 经此一议 宣王对秦仁比喻犬龙的能力更加重选 他再一次奖励了秦仁 册封秦仲长子装功为西锤大夫 从奴隶到马夫 到富庸到大夫 再到如今的西锤大夫 秦这个古老的部族 在一次次残酷的战斗中 悄然成长 实现从鸟到虎的眼灵 现在他们距离真正的诸侯 只有一步之调 历史将这关键的一步 交给了庄公的儿子 乡龙 实际记载 庄公在位四十四年 期间西锤局势相对平稳 秦仁有了相当一段时间 休养生息 积蓄力量 公元前七百七十七年 庄公去世 相公继位为西锤大夫 庄公时代 犬戎虽败 但没有远顿 依然对西锤虎视眈眈 他们以为有机可乘 再一次将军队气势汹汹地 开到了西锤 继位之初的相公 面临着一次事关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此次犬戎之围 实际并未记载任何具体战事 我们只知道 胜利的一方仍然还是秦仁 不仅秦仁不足安然无恙 而且与犬戎的战争 也从此逐渐远离西锤 此后的文献 再也没有出现 蛮族威胁西锤的记载 这场已经无法想考的战争 自始至终 充满了诡异和暧昧 相公是庄公的次子 通常情况下 没有资格继位 但长子是父 是个血性汉子 毕生以犬戎杀了自己的祖父秦仲 为奇耻大辱 竟因此将爵位 让给自己的弟弟相公 发誓不杀戎王 绝不回西锤 庄公去世 犬戎为成 他率兵出击 却被犬戎生禽活捉 奇怪的是 第二年 犬戎却突然释放了师父 并将他完完整整的送回西锤 交给了相公 这样平和的一幕 竟然能发生在秦鱼犬戎 这两个厮杀了几百年 原本应该不共戴天的世仇之间 不由人不对相公更感好奇 他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谋略 才取得了这样的效果 在历史舞台上的初次亮相 相公便给人以高深莫测的感觉 从极其有限的史料中 从极其有限的史料中我们得知 其实早在犬戎卷土重来之前 他就将一个妹妹嫁给了戎人中的一个不足囚王为妻 从后来的世纪看来 相公并非懦弱 甲媚于荣向世仇宿敌主动伸出橄榄枝 相比其兄弑父的愤怒显得异味深长 在秦相公心中 已争有了比复仇更远大的目标 与犬戎释放弑父后 西垂紧张局势的缓解相反 相公时期 西州王朝的危机却日益严重 周宣王的中心只是昙花一现 周幽王继位后 政局进一步糜烂 人祸又逢天灾 幽王二年 都城还发生了一场强烈的地震 有人在议论 周的覆灭或许难以避免 那么西州之后 谁能成为新的霸主 据博语记载 相公继位的第五年 郑国的第一代国君郑桓公 与州市掌管各国文史资料的史伯 探讨天下大事实 提到了迎亲 郑国君问道 大洲之后 究竟谁主天下 史伯回答 国土广大 国君有德者方可强盛 予以为 齐侯秦军乃当世之俊解 此二者必将兴胜 值得指出的是 江姓的齐国是江太宫创建的头等诸侯大国 齐军赤代为周王氏的东方之助 复为朝野所敬重 而当时秦的爵位还只是大幅 史伯把秦与齐相提并论 足以说明 相公治理下的秦人已成为不可小视的新兴力量 整个天下都隐约听到从西锤传来的一声胡笑 周王氏扶植秦人 初衷好比是为自己养一条猛虎 看家护院 但是随着这头由鸟进化而来的虎 一天天捕肉丰满 它也越来越显露出不甘人下的迹象 周与秦 这两个对抗犬容时结成的君臣 双方之间的关系正发生变化 一只猛虎在西锤站定之后 向着东方森然睁开了双眼 但是在藤申博士之前 这只猛虎还必须跳过最后一级台阶 这就是历史留给湘工的使命 公元前七百七十年 湘工受封为诸侯 这一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型开国原理 而沈氏秦湘工在公元前七百七十年 所迈出的关键一步 却波掘云轨 至今不亦被人所看透 史书上的相关记载 不是语焉不详就是闪烁其词 充满了矛盾和混乱 就好像有一双手 小心翼翼地将某些史事掩藏了起来 不想被后人所窥过 大秦元年 从周人的婚号到秦人的西锤 中国大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湘工又是如何开启秦人的崛起之路